史上最尴尬演唱会,他的到场只有7人,门票收入还不够买把吉他,罗大佑,在台北举办个人演唱会,据说为了这场演唱筹办了两年,还请来多位明星助阵,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门票只卖出一半,因为许多观众迟到,不得不推迟演唱会来等观众,这场演唱会亏了上百万,海北观众只唱功太差,上海巅峰音乐节, 八万人的体育馆,只来了20号人,这场演唱会,有黑豹乐队,韩登,李宗伟等,网友,求这几位明星心理面积,被日本人称为四千年一遇的美女组合NMB48,这真的是一个组合,在神户演唱会门票滞销,由于演唱会现场十分冷静,为了避免尴尬,用黑布遮掩两旁空位,张亮也,在国内的演出都挺不错, 但是美国开的演唱会,可谓十分尴尬,观众寥寥无几,分散在各个角落,黄国伦,被嘲讽鸟朝演唱会最失败的一位,外场门票全部都卖完了,而那场却无人问津,由于那场没人,无奈只能到外场进行演唱, 庞麦郎,一首《我的滑板鞋出名》,可谓是红点大江南北,2016年,庞麦郎在杭州举办了歌唱,演唱会历时一个小时,全城只唱了九首歌,换了六号服装,他的演唱会就去了七人,保安有十四个人,门票钱不够买把吉他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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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